我说你们两个走慢点行不行啊 走那么快干什么呀 我说你们两个走慢点行不行啊 我说你们两个走慢点行不行啊 走那么快干什么呀 怎么着 嫌我们走得快了 是你太慢了 坐上干嘛了呢 听琴就把你听累了 恐怕不光是听琴吧 磨磨蹭蹭 快点啊 二爷 这人上哪儿去呢 你们俩人赶快到外头顾两车 跟着他们三个人走 就按说好的外 别让爷去咯 我有事先上路了 好 老季呢 老季呢 走走我看看去我看看 去去去看看 去去去看看 老季呢 走走我看看去我看看 老季一点影都没有了 他落下了 他落下了 那没有了 没有了没有了 好啊主子 刚才好像过去一辆车 咱们也过一辆车 过两车 这样快点把它拉得更远一点 拉远了他就什么也看不见了 那过两车 过两车 找着找着 主子瞧 过了一辆车 瞧了 这么快就有了一辆车 车巴士停下 停下停下停下 好 何大人 您请上车 你怎么会知道我 回大人 我们是上大人府内的厨子 是这样 城里还有别人吗 有 奉大人指令 我们是给两位大人做饭的 听见了吗 这就是上荣的一片孝心 是一片苦心 老季这一轮生吃饭 老季 老季他落得太远了 先甭管他 他自己会找折的 主子 咱 咱们先去 那就大人 爷 您坐好 主子坐好了吧 那他就赶快赶路赶路 大人 您请上车 爷快下车 咱就这吃了 咱这等季晓兰 就这儿啊 就这儿就这儿 这样啊 你们呢到后边拾着饭菜去 是 爷 咱这儿边吃边等 等他来了咱就走 就这儿啊 对对 二位 是金三爷和二爷吧 对 他您怎么知道 有个爷盯了座 等着您二位呢 您看这边请 您 你这个季晓 老季 老季 老季啊 你是经常给金三爷 来点出其不意啊 金三爷 和二爷 你们来了 饿坏了吧 快坐坐坐坐 这儿有吃的吗 我已经点下菜了 二位稍安勿躁 稍安勿躁 和二啊 他这个算作弊吧 作弊 绝对作弊 三爷 我怎么作弊了 那你就不可能来得这么快 我怎么就不可能来这么快呢 您知道我们俩是怎么来的 您知道我们俩是怎么来的 对啊 你们怎么来 我们俩是坐着 他也是坐 三爷 您做的什么我不知道 我做的什么您也甭打听 咱们到这儿来啊 是为了吃饭来了 哎 还真巧了 这馆子也有一道菜 叫心里明白 我点了 点了 哎 咱心里明白就成 谁也不说谁 心里明白三份 来来来 该吃饭了 您慢用 老鸡何二啊 爷您说 此次爷出门 有一番深切的体会 爷您讲 爷明白了 爷终于不是一个尖钻小人 哎呀 瞧 说得好啊 您是一国之君哪 犯不着当年尖钻小人 那是尖钻小人行径 万不可学 尤其是那害人之心的 五千万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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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 你他妈完完全全是在这儿得便宜卖贯 你害我不浅 你已经害得我开始说粗话了 你说吧 我不当粗话听就得了 心里明白 心里明白 三爷 这人生一世啊 天底是千人百态三教九流 要想都体会也难 您这下来这几日 有感受得改句古词 世上方一日宫中几十天 那爷在宫里头天天无非是见大臣看折子 这大臣的嘴脸整天晃来晃去的 看都不要看了 折子也是想看就有永远翻不完 那爷以为这次最几招下得好 三十里走出来 这江山已经和爷想象的大不一样了 倘若三千里走下去啊 这江山就不敢认了 三爷 您真是大知大觉啊 甭说好话 才出来一天 这江山就跟你们当初 跟爷说的那个江山大不一样 萝卜白菜苦钱的井水 三位爷给点钱吧 走走走 小二来来来来把这钱给他们 伯儿不必了不必了 爷我看他们实在是可怜 是他可怜还是我可怜哪 一个君王给一个乞丐行善算善嘛 一个君王得让这普天相再没有乞丐才叫大善对吧 我不给你 我给了爷就更可怜了 你这段话讲得好 讲的是真好啊 爷就您这段话 比您在京王殿上讲的一车话 都实在是透彰了 哎呀这实在是不方便 要不为了爷这句话 我得行个大礼 哎 爷爷 我行早上带了吗 爷 我认识了 签一份 那就都签着吧 三爷 臣已听过一句这样的谱训 叫 莫以善小而不为 莫以恶小而为之 善他终归是不分大小的 君王也是不死啊 见了善就行 总归不会什么错事呢 臣以为 何二他要给乞丐钱 给也就给了 你们俩谁要给谁给 爷今天不给 我 我这钱套得 你这 我这到底给不给啊 哎小二 你看我这个钱给不给啊 给就给了 不给就不给 这么几文钱的事 说了这么半天的话 你们当自己是什么人哪 你到底给不给啊 太启了你 行行行行 想给也给不成 是 得我还是给爷留着当铃花吧 你看我这说的什么话 你该死 该死